哎呀 能来天津表演相声啊 我们心里都特别地高兴 您看见这位没有 喜极而泣 呸 你们家办喜事才这模样呢 怎么个意思这是 什么怎么意思 我在天津我让人欺负了 没人同情也没人管 我心里难受 别倒气 挺好的节目现场 没关系啊 咱们天津观众热情讲道理 您有什么委屈 现场您就说出来 大家都给您做主 行了 那我就说说吧 对 您平和一点 你看我呀 是一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 原来在上海一个大买卖里 当销售经理 什么大买卖呀 就是上海耳部健康精密仪器制造厂 哦 生产什么精密仪器呀 耳挖勺 嗨 说这么热呢就一铁铺 你这 干了好些年呐 也没挣着钱 那是 说是要上市一直也没信 穷疯了吧你们 后来由于我这工作努力 我们厂把我派的天津 任命我为这个住亚太地区的销售总监 别没羞没臊了你们这 在这个小白楼啊 有一个四平米的旗舰店 四平米 不是您再给这旗舰采翻了我这 这不就是一摊吗这个 反正是挣不着钱呢 那肯定的 我连租房都困难呢 也是为难 应了您那句话了 咱天津人呢都热情好骄啊 哎呀是 哎呀有一个买尔挖勺的一个老哥哥 看见我长须短叹呢 人家跟我一聊啊 还真帮忙 怎么说的 哎哎哎哎 别找机 我给你想着 别找机 哎别找机 听着可耳熟啊 要不然您干脆合个影德了 怎么了 这著名的丁文元先生 哎我跟你说啊 我有老哥哥 姓王没起站的 他板架那老方的空头来了 你足踏那个 只定便宜 这也是熟人 王德成王先生啊 今年的这个刚退休 是他纠纷那年三十一嘛 我就搬他的那儿去了 两室一厅啊 该有的家具电器啊 什么电视啊 冰箱啊热水器也都有 这就挺好啊 一个月四百块钱 这房租可太便宜了 还没要我押金 说我这个生活困难呢 让我一个月一结 这人多厚道啊 哎呀反正自从搬进王德成这房子 我这日子 是好过起来了 你这安定下来了 白天呢卖耳挖勺 晚上回家甭管多累 怎么着 收拾屋子 爱干净这人 不出一个月啊 这老房子让我收拾的 跟那没入住的新房一样 够意思啊 住了一个月啊 说王德成找我来收房租来 月节啊 就这天呢 我早早的在小区门口我等着他呀 多客气呀 那天是雨加雪呀 到中午十一点半他才来呀 瞧瞧 哎呦我说那王大爷 别小大爷 我才六十二 叫王哥 多喂啊 我说那王哥 我跟这等了您两个多小时 喊那么客气吗 走 紧呼说话 我说别别别别 别别别 我是跟这等着您呢 请您吃顿饭 哎呦不吃不吃客气吗 哎呦我说不是啊 您把房子这么便宜租给我 我打算表示表示 嘿 不吃不吃了 我说必须吃走赶紧走 哎呦我给他拉到饭馆去了 哎呦我说啊 您也是 您这在家等着 老头自己上了门 七壶茶 聊会儿天 到饭点 你再请人吃饭 何许的你风里雪里站一站我 我跟您说呀 我是真心失忆地请他吃饭 这我信 到饭馆落座 我说这个王哥 我也不赋予 咱们呢就简单几个菜 心意 我说伙计 来一个油爆虾 再贵我也请不起了 来四两酒 天冷的 您给温热了 省得您喝的胃里边不舒服 想得周到 这王德成不好意思啊 大师 你看你这 一个一个的卖尔瓦烧 这容易嘛 这顿我请 我说别别别 您呢 要拿我当的一般租房的 这顿您请 您要拿我当朋友交 这顿我来 这话说的我听着都暖和 我那里也陡下午 您好 我